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一本书 就是这一本《加尔文书信文集》 在这本书当中 它就收录了关于加尔文的书信 包括了它的讲章 也包括了一些它在基督教要义里面 从当中所摘录出来的一些章节 那透过阅读这本书 透过阅读它的书信 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加尔文的思想 有一些有意义的交流 我们会更明白他为什么写一些话 我们会更明白他是一个怎样子的人 那这本书是由陈左仁牧师所翻译的 那他说这本书翻译的困难的地方 在于加尔文丰富的字与情 意与意 那这些都不是字面之意 可以完全捕捉得到的 所以翻译的牧师 他就力求忠于援助 他需要在语句 在语调 在含义上面 他都务求能够部分的呈现出加尔文 他要表达的信息 那我们直接开始第一章 在第一章的时候 他就说在1539年 日内瓦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 也就是叫做萨多雷托 他写了一封信给日内瓦的议会 那当时的日内瓦议会 他们驱逐了加尔文 那这个主教萨多雷托 他就为了要呼吁日内瓦离开异端 回归对罗马的忠诚 他就写了这封信 那日内瓦的议会 他们收到这封信之后 他们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复 所以他们就决定 将这封信交到加尔文的手里 加尔文他看了这封信之后 他就写下了这封信 叫做《达萨多雷托书》 那在这个答复当中呢 他就为他的门招 还有他的信心所辩护 他描述他作为一个传道人 作为一个基督徒 他为什么不得不去从事这些行动 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 导致加尔文离开罗马天主教的经历 还有他的信念是很有帮助的 那他很好玩的 他同样用这个《达萨多雷托》的 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回应这封信 向天上的大法官申诉 他就说啊 他在信里面说 我这么做是出于真道教义的良知 其无愧于天上的大法官 甚至还是透过他而得到的确信 这文信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关于加尔文对侍奉的辩护 他说 关于我经常被他们指控被弃教会的罪名 在此我的良知无可指责 除非一名在目睹部队 就是军队溃败 四散 叛逃的时候 仍然撑起领袖的盛旗 呼唤重新回到岗位的那一个人 也可以被当作逃兵 他讲他自己就是那一个 在整个军队溃散的时候 他仍然撑起了一个旗的人 那他继续说 为了呼唤人们归队 我举起的不是一个外来的标准 而是你尊贵的盛旗 就是作为你子民所必须跟随的目标 那他就说 他所高举的这个标准 并不是一个从外面而得来 新的异端的知识 而是这一位永生的大军王的标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加尔文作为基督徒 与罗马分离的辩护 他说 我至少就受教导 去相信因你儿子的死而门拯救 以至于免于永远的刑罚 当我所理解的救恩 其功效却永远无法领导我 事实上呢 他们更强调以行为的义来获得恩赐 他所说的就是罗马天主教 但当我做了这些所有的事情之后 纵然我有片刻的安宁 但是仍然没有良心真正的平安 他说 教皇制的建立 使到基督的国度变得软弱无力 从此之后 加尔文他说 我的天职是带着声音和眼泪 批判我的上半身 并接受来自你的永生 他的上半身是坚持罗马天主教的教义的 那他当他离开之后 他知道他的天职 他的呼召 就是带着声音带着眼泪 批判他过去在罗马天主教的生活 并且真正进入到上帝的永生的国度 那在第二章呢 就收录了在1540年 加尔文写给菲伦的一封信 那这封信呢 就表达了加尔文之所以 觉得自己不得不重回到日内瓦的想法 这封信非常的短 他全文他的主要的目的 就在于说要告诉这个菲伦 他说 当我记起我不再属乎自己 就献上我的心作为像神的献祭 他说我清楚知道我是面对着神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信当中 他表明他的信念 他深信上帝能够直接透过某个人的方式 来指引信徒 那在下一章呢 就收录了在1549年 当加尔文的妻子过世之后 加尔文他写了两封信 一封是给Fairer 另外一封是给维洛特 那从这封书信当中呢 从这两封书信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加尔文他对他妻子的情感 还有他妻子对他的信心 他形容他的妻子是 他人生中最好的伴侣 是他服侍上的忠心助手 那因为他的妻子是过去有小孩的 他妻子是一个寡妇 那面对这两个孩子需要被照顾 那加尔文就担心说他的妻子可能会挂念这个部分 但是他的妻子却在病床上说 首要知识是要过敬虔与圣洁的生活 我的丈夫不需要有人催促 如果孩子是敬虔的 我相信他会欣然做他们的父亲 若然不是 他们便不配得我为他们请求任何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加尔文的妻子 他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 他对上帝的信心 对上帝的忠心 还有对他的丈夫加尔文 所抱的那一个信心 在第四章当中就收集了加尔文 在1557年他所写的 《诗篇注释的序言》 他在第一个部分 他谈到诗篇还有灵性操练的关系 他论到呼求神的操练 没有比用诗篇更好的 更准确的指引 没有了 因为没有一篇一卷书 比诗篇更能够教导我们 要怎样正确赞美神 或者激发我们实践尽签 虽然诗篇 它满满都是引导生活朝向圣洁 朝向尽签 朝向公义这些训练 但是这些训练 它的首要目的 是要教导和训练我们 来背起十字架 那家文他在第二个部分 他就有讲到 他跟大卫的经历 是如此的相近 过去他的经历 帮助他能够更充分的了解 大卫他在这个诗篇当中 他所述出来的这些苦 那他说大卫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他反映出 他蒙昭的生命生涯的开展 还有他职份的延续 他非常确信说大卫是上帝供他学习的榜样 就好像大卫他怎样从一个牧羊人 从羊圈当中被提拔起来 那家文他自己也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卑微的地位 是上帝使用他给他一个荣耀的职份 让他成为上帝的仆人 作为一个传道人 那家文他提到他怎样子归信 也提到他出版基督教要义的原因 那出版基督教要义的原因呢 就是他要总结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的道理 让那些人知道 让人知道那些邪恶的人 他们所持守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那这一个文章当中呢 他有谈到家文 他要去日内瓦的前因后果 那这本书信你可以看到家文的软弱 看到他真实的情感 刚刚他面对呼召的时候 他心里面的挣扎 那接下来的第五、第六、第七章 分别都是从基督教要义里面 所摘录出来的一些章节 这三章叫做论敬钱、论信心、还有论教会 那论敬钱这一章呢 就谈到人在神面前的状况 以及神对我们自己的认知 这个是加尔文他对敬钱的第一个定义 就是对神和对人的认识是相互关联的 认识神才能够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才会去寻求认识神 那正确的教导次序应该是先讨论认识神 在处理认识自己 神是那位创造者 是那位创造主 也是那位救赎主 他把敬钱形容成是一个连结于神 慈爱的敬畏 而这种了解呢 是因着我们认识神的恩惠 所生发出来的 一个敬钱的心 是不会按照自己的偏好 来设想神的本性 而是按照神 他自己的显现来理解他 那在下一章就是论信心这一章 他就说到什么是信心 信心就是认识神 对我们良善旨意的坚定 还有确实的知识 而这些确实 这个坚定 是建立在基督里面 白白所散识应许的真理 那这两者呢 都是透过圣灵启示与意念 并且确定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那信心的知识 是关乎确信 而不是关乎我们理解 不是用我们的理性去理解 而我们是以神赐给我们的应许 为信心作为这个基础 仁慈的应许 正是信心正确的目标 但是因为我们人堕落了 我们陷入了罪 如果没有圣灵的关照的话 我们会无视这些真理的亮光 什么是福音 福音的总干 其实就是悔改 还有罪得赦免 上帝他赐下了基督 使我们能够借着信心来拥有 来借着基督跟神和好 那也因着基督的圣灵 我们得以成圣 那在下一章就是论教会里面 他就谈到 上帝因为迁就我们 他是选择透过教会来工作 基督徒跟基督合而为一 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 那下一章就是加尔文 在1541年他所写 谈到圣灵当中 比较容易读的一篇 那他就谈到 设立圣灵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 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 引人与主相交 圣灵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借着这个镜子 我们凝视那位 在十字架受死的耶稣 那一位救人脱离死亡而复活 为我们预备永生的基督 那借着这个圣灵呢 我们可以有更深的笃定 我们会有更大的喜乐 那第二点 为了激励我们认出 他就是那一位赐下莫大恩慈 那第二个原因 就是圣灵是为了要激励我们 认出他的莫大恩慈 让我们可以越发去颂赞他 那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为了劝戒我们 劝戒我们去追求完全的金钱 还有完全的圣洁 因为明白我们自己是基督的肢体 我们在合一 还有爱众人的事上 就是爱我们身边的人的事情上 显出我们确实 真的领受了特别的劝勉 那圣灵他正确的愿途 是在于我们用重敬的心情 遵行主所设立的样式 我们要怀有坚定的信心 在上帝面前悔改 那生活当中 也同时我们要谨记 要效法耶稣 没有人能够因自觉不配 而长久回避圣灵 不参与在圣灵当中 那我们在地上 也借着这个圣灵 我们可以预偿 将来我们与基督 在新天新地的那个宴席 然后在1562年 家文他在受难周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讲章 这篇讲章呢 就被收录在这本书当中 其中他传讲基督受苦的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27章45到53节 他就说啊 当说及主耶稣基督 好像是在羞辱中被置于死地 让我们知道这都是因为我们 让我们因着自己的罪 而感到惊恐慌感 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的救恩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因着他为我们受苦中 所表现出的无限良善 因此人更愿意为荣耀他而活 那家文也在他的讲章当中 他提到耶稣身边的那个强盗 他说这个强盗教导我们 主耶稣基督也可以拯救可怜的罪人 他唯一的关注是什么 他关注的是如何因为我主耶稣基督 使得我罪得赦免 那主耶稣不只是肉身受苦 他的灵魂也同样受苦 他也解释了十加七言的其中两句 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还有成了 那最后家文他这样子结尾 他说 因为看见自己许多的过犯 还有罪前 我们在美善神的荣耀前 祝福 祈求他乐意赐予我们 所听闻到的诸多好处 以便越发尽力于真正的悔改 承认自身的罪恶 并且能够投靠我主耶稣基督 全然交托 在他那里找到完全的避难与安息之所 纵然人生中有苦楚 而死亡亦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可怕 但是我们却永远不会失去救恩 在下一章第十章 是选择基督教要义 卷三第20章 而家文他就对主导文做了诠释 他对主导文的这个诠释呢 也是作为他教导于礼仪实践的中心 那在解释主导文的时候 家文他强调基督徒代导的对象 不单单是包括那些 他现在所看到与认识基督里的弟兄 因为很多人觉得家文就是跟预定论拉上等号 不是这样子 当讲到主导文的时候 家文他强调说 主里的弟兄你需要为他祷告 但是地上所有的人你也需要为他们祷告 因为所有的祷告应该聚集在神自己的国度 与家中所建立的群体 那在主导文里面我们说 我们在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在父这个称呼当中 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向我们显现 因此人类要以确实的信心向他呼求 前面主导文的前三句 前面的三个呼求 三个祈求 就是要吸引人完全的朝向他 我们应该盼望上帝得到单得的荣耀 使我们脱离世俗的败坏 以免我们与神隔绝 使得他的国不在我们里面兴万 我们要人以自由意志所产生的这种顺服的旨意 那在后半个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向下延伸到我们人自己的需要 我们借此将自己交多给他的看顾 信靠上帝的护理 单单是上帝的祝福 才能使我们劳力得到兴万 我们说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一句话其实安慰了我们软弱的信心 他勉励我们 让我们确实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真实舍命为了我们 并且我们因着上帝的福祝 我们不至于面对试探 而失去永恒的盼望 失去那个确具 完全跟神分离 那透过这三个诉求呢 我们将自己 将我们自身的所有 我们交托给神 所以无论我们多么的可怜 无论我们多么的不配 我们都不会善失 祷告的理由 那敬虔的主要表现是透过祷告 但是也不只是这样子 因为也包括了基督徒 跟神的关系 这对于塑造我们的每一日的生活 都是必要的 那对教文来说呢 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 包括了他个人的 也包括了群体的 因此我们是属于神 并且活在祂的同在当中 我们的生命才得以更新而变化 那第十二章呢 就是也是引致 加文基督教要义 第三卷 论领受基督恩典的方式 那这里就谈到 加文对于基督徒生活的引导 那他这个算是圣经辅导的一篇短文 谈及到人生痛苦 并且他用见证来说到一个敬虔的人 要怎样子在地上 为神的恩典而感恩 我们每一日敬虔的实践 就是透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 在这个复活的盼望的喜乐当中 我们得到喂养 那圣经对基督徒的生活的教导 有两方面 就是第一个 在我们内心当中 引发与建立对公义的爱 我们内心当中建立对公义的爱 那第二个就是为我们设立规则 好叫人对公义的切勿不至于漫无目的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的总干 总是自我否定的 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神 我们不再追求属于自己的事物 而是追求合乎神旨意的事物 真正的尽责是发自内心去爱人 所以背十字架是舍己的一个部分 每一个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是效法他作为我们的榜样 而十字架的苦涩呢 仍然是需要跟我们属灵的喜乐 互相调和的 就是说无论我们环境的是怎么样子 我们都应当调整自己 轻看今生 并且苏醒过来 默想永生 上帝的话是那一个准则 成为了那一个原则来教导我们 那在最后一章呢 是家文他对于做监牢的几位弟兄的一些通信 那他的牧养工作包括了帮助这些 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受苦的人 在1552年 有五位年轻人他完成了这个在洛杉的神学信念之后 他们就回到法国去募会 但是他们到里昂这个地方 他们就被捕了 就被抓起来 那在这一封信当中 家文就写信安慰他们说 我们真的需要来自比人更坚定的支持 使我们胜过强大的敌人 但是在基督里的坚定是够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家文就透过这个书信想要安慰他们 但同时家文他也想方设法要去营救他们 他就写信给一个叫做约翰里内的这个商人 但是最后呢失败了 但是你可以从他写给这个约翰的书信当中 你可以看到家文他的情侃的流露 他很热切地请求他的帮助 那最后呢在153年 这五个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人 他们就被判死刑 被判火刑 家文就给他们写一封信 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 他没有办法去营救他们 但是他同时也提醒他们 神圣应许而来的盼望永远不会失落 你们的死必然会更加有力地广传回响 以致彰显神的名 神要借着你们来燃点 而照耀永返的光芒 如果上帝乐意把我们交由他的仇敌管制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沉默 我们唯独为了信靠永生的神 而遭受逼迫与咒诅 那在附录当中呢 也收录了一篇文章 是家文的双成记 这个是写在500周年的一个省思 一个反思 那这里就有对很著名的塞尔维特的事件进行反思 那塞尔维特就是那个后来被处以火刑的那个异端 那他在正统信仰上面错误 但是作为一个弱势的群体 他反而在历史上面留名 那这一个就跟我们这个充满自我批判精神的基督教传统当中 它就存在了一种不对等 但是却是平衡的关系 它表明了由改教运动所延伸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重数维护少数 那读文这本书之后呢 我就想对这本书做一些我个人的思想 那我们偶尔会因为家文和塞尔维特的这个事件 因为家文他在日内瓦的工作 我们会觉得说 家文是一个好像比较独裁 好像没有什么朋友的人 或者你会看到他厚厚的那个基督教要义 你会看到他对经文要求非常非常严格的解释 你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死板的神学家 我从他的书信当中 看到了他流露出来的真实的情感 尤其是你可以从他受难节的那一篇讲章当中 你可以看到 看到他对基督的受难的诠释 你看到他的讲道是带着对基督的热情的 而不是死板板像教科书那样子的 在谈到他妻子 还有在监狱里面那些弟兄的书信当中 你也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你可以从他的治理行间 你看到他作为一个丈夫 或者作为教会的弟兄 他面对要失去对方的这个难过 你也可以看到 同时他也因着他对基督的信号 他仍然有盼望 仍然从当中得到安慰 甚至可以鼓励对方 从基督教要义的摘录当中 你可以看到 家尔文他不是一个死板板的神学家 而是这些神学的著作 都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写下来的 你去读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他里面充满了活泼的傍晚 从这本书当中 我们同样也看到了家尔文他软弱的地方 当他在面对要回去日内瓦的决定的时候 他的挣扎还有他的退缩 他不是一个好像站在神坛上面的一个巨大的伟人那样子 他其实跟我们一样 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恩典的罪人 最后我想要引用家尔文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所说的一段话 他说 我一直忠心的教导 上帝也赐我恩典 让我写作 这是我尽了我的能力 尽了我的忠心所做的 我一直活在这个教义当中 我也盼望在这个教义当中死去 愿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得到至终的保佑 他所教导的教义 是很活泼的教义 是活的教义 是可以行出来的 那家尔文他对耶稣基督忠心 他竭尽全力为主工作 这个态度和这个精神 也同样是配得今天的我们所效法的 那今天关于家尔文书信的分享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你可以点赞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